江资卡麦乡 朗嘎村地理位置偏远 水资源溃乏 这里的桃户 索朗沾堆和弟弟斯丹顿珠 早年从父亲那里学习做桃 并一直从业至今 兄弟俩 每年在桃气制作上的3000元收入 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 他们将从山上采集的红色黏土 和白色石粉 按各一半的比例加水混合 用锤导链均匀后 用以制桃 桃气成型 使用的是建立在曼轮基础上的 桃制内模成型技术 不同的器物 配以大小不同的桃制内模 来进行制作 先将泥饼置于桃盔型内模上拍打 使其延展便均匀地附贴在桃盔表面 再从桃盔上取下桃坯 置于曼轮上 修整外形 作为器皿的下部 电端裤 用泥拍将器皿逐步收口 结合泥条盘出的方法 逐步拍出器形 有时木拍子有适当的湿度会更好用 秋天是做陶的好季节 这时青柯麦收割完毕 地里没有什么龙活了 而且天气干燥无雨 便于室外烧成 这里的陶宫恪守着秋季烧陶的传统 平时把做好的陶坯晾干后 存放在地窖里 陶宫会根据陶器的种类 刻画出相应的文式 在做陶的季节 一个熟练的陶宫 每天可以做出五六个这样的素油茶壶 壶紧和盘口都以泥条盘柱而成 再用水布和工具 修起工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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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宫还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做出虎嘴和提拔 藏族 藏族制桃树 是西藏最寒冷的季节 陶宫便用马车拉着产品到各地售卖 晚上就睡在马车边 西藏帕日村由于地处青藏高原 森林植被远不如云贵地区 因此牛粪和草皮成为了这里藏族陶器烧制的主要原料 摇床用石头排列而成 先放一层稻草 再铺上草木灰 在排列好的陶器间隙和周围插入牛粪 并在最外层叠上完全干燥的草皮 陶宫尖餐有时用购买的一种含铅量很高的 方铅矿石研磨成粉 作为诱料 涂抹在陶皮表面 在烧制上 诱烧陶比速烧陶的要求要高一些 温度也稍高 从烧陶形式看 草皮窑属于尼壳窑的一种变体 烧陶时可以通过调整草皮的间隙来调整烧陶速度和温度 草皮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一次性摇壳的作用 是一层机能燃烧又可保温的材料 这种烧制方式简单原始 方便易行 但对植被产生了破坏 使政府对于当地淘气生产的态度处于两难境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